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来看到的这个现在这个辉达跟微软之间的一个竞争 市值王的竞争非常激烈 今天你明天换我 而且这两家公司啊不仅仅是在市值上 感觉是高来高去你来我往 甚至连他们的业务配合上也有点不愉快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辉达呢 大家看到了终于跌了 跌了3.5% 但是呢你看他的市值还是维持在3兆美元之上 但是排名就被微软超过去 好那我们来看业务上是如何个互相看不太顺眼 好我们来看据说啊 这个黄仁勋啊这个管理大师管很宽啊 不只管他自己挥达员工 他还管客户怎么用他们家晶片 他有很多的想法 你要买我家晶片可以 但是呢我告诉你12345啊这个ABCDE啊 你要这样子编排他 你要这样子安装 你要放在哪里 你的机架怎么设计 管得很宽啊 住太平洋的 所以据说啊微软很不高兴 我就买了你家商品 我要怎么用你管我那么多 好据说呢也很不开心了 那到底最后是谁低头呢 这会不会影响到两个大厂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呢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你们怎么个潮 最终红海都受益 因为红海呢就是最重要的AI军火库 以前说台积电收益没有错 但是现在你要把红海也要放进来 好我们来问世聪哥 为什么这个挥达跟微软 最近好像有点不愉快啊 对没错 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呢 目前为止也在争夺市值世界第一的这个宝座 那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挥达又登上世界第一 而且明显拉开跟这个微软跟苹果的差距 就没想到他中盘开始杀 杀入杀杀最后跌了3%多 所以他变成了市值又落在这个 Microsoft就微软之后 然后世界第二 但是还是小赢苹果 所以接下来三龙怎么去抢租 这还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察点 另外就是说因为呢 他们就过去一段时间股价大涨 所以这个复笔市的中文版就刊登一个报道 他说挥达了10个股东还有高管 过去一个月财富增加了360亿美金 各位大家乘以30的话 有没有增加一兆台币左右的这个财富 真的是很难想象 那里面来说的话 因为挥达的这个董事加高管持股大概4.23% 这个价值已经超过1300亿美金了 那另外一部分是黄仁勋 黄仁勋来说的话 在五年前的时候 他的这个身价也不过在40亿美金 现在已经来到1300多亿美金 所以等于是说 他现在已经挤入了这个全世界的 前十大排行榜附近的这个排名 那好 那因为呢 这个市值变得那么大 那有人就说黄仁勋啊 你是不是拿 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 你要管人家 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说实在 挥达有他的想法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他都是出这个晶片 晶片了不起弄到这个板子 出小伺服器出去就OK了 他以前都是这样卖 但是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 挥达想要增加营收 想要控管别人的时候 他说你连这个机架 就要按我设计的 会跑得比较好 那等于是你还要跟他买机架 那这样的话 他跟微软在那边沟通 那微软就说 我干嘛用你这样设计 你管那么多 管太平洋 他一边不是你家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他说我有我自己 要设计的框架 跟你的就不一样 然后就跟黄仁勋他们 引起一些冲突 那冲突就说 谁也不让谁 但是最后 因为他毕竟还是客户 客户来说 花钱的是老大 对 黄仁勋最后说 好啦好啦 那你自己设计 所以可见来到是 未来黄仁勋会想用这种方式 就是把机架 整机卖给你的这个方式 但是这个有一个美的 今天是微软 才敢跟你大声 如果我是其他的厂商 黄仁勋叫你怎么弄 我好像只能接受 对 应该是说 他所有T1的 像Google 微软或Meta 他可能会接受 但不是这种的 你就听我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黄仁勋 当然接下来看他 怎么跟这些大厂 往来的一个状况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 他还开始在管 这些组织晶片的分配 比如说三大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 因为缺货 那缺货三家都要的时候 你看比如说 微软Meta跟Google 来的时候那我要怎么给 对 他们一定都 一定都booking两三倍的 这个量能 但是我要怎么给 我要分配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根本是在决定 我们的生死 所以这些大型的 这个云端公司 对他非常非常的 有点感冒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才会被提起 这个所谓反垄断 就是因为一定 惹怒很多人 对 才会有前一段时间 不是大家集结了 八九家公司 要来对付这个NVIDIA 不过我觉得目前为止 都不成期 因为NVIDIA的护称额 是相当相当之高 绝对不是这些厂商 短时间能够切进来 他护称额之一就是 他有台湾供应链的帮忙 其他厂商就没有台积电的 Covas 没有台积电的产能 那你也别想要超越它 另外一个就是 有台湾的这个 这个所谓AI供应链 包括鸿海 广达 他们都是跟 这个黄仁勋 紧紧的 所以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于是 你看我们鸿海跟辉达的合作里面 包括说你看GP200的伺服器 GP200的伺服器我就说 有两家公司会受惠 所以你看这两家公司 最近是比较强的 一个是鸿海 一个是广达 那两家我觉得可以互相比较 所以广达 如果鸿海往上涨 但是现在是鸿海比较长 比较强 现在是鸿海在推的大家涨 如果鸿海继续涨的话 广达当然也会往上推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互相合作 那包括说像NVLink 那个交换器的部分 也是由这个鸿海来合作 所以你看鸿海其实最近 它的这个网通谷叫建汉 涨翻天 那为什么就是这样 那资料中心也是一样 它要在这个南部 要设个资料中心 然后还有包括说像智慧工厂 电动车还有这个智慧城市 也都跟辉达合作 那你看因为它跟辉达绑在一起 所以现在微软也知道 那我就直接我也来跟 我也来跟这个鸿海合作 因为我现在伺服器 搞不好以后可以直接 因为机架我不会设计 这个NVIDIA管那么多 那我好 那我以后拿到这些晶片 我就跟鸿海合作 请鸿海帮我组装 所以现在鸿海 他们就派出了50个人的团队 然后到跟微软互相合作 拿下微软 GN9的这个订单 它也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拿这个NVIDIA 晶片来做 设计成他们需要的样子 这样一个状况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鸿海 目前为止在AI里面 是头号指标 因为它的CPU模组 伺服器 它全部都能做 一条龙的这个服务 所以我觉得鸿海 可能还是接下来 AI组装的这个一哥 就是它是最重要的指标 再来是广达 是第二号指标 其他的就 大家可以稍微不用看 另外就是 因为它这样 因为最近鸿海股价 真的往上冲 我们前一阵子才说 鸿海会不会到200 现在已经200多了 已经跑了远远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200才开始 对 或许是这样 那我们就讲因为郭董 原本是真的 年初的时候有传言说 他想要回来 对不对 想要回来就是说 我想要付出 那后来不是老陈 因为看到这个股价上涨 就算了算了算了 就不回来了 就没有要回来 但是无论如何 郭董还是大赢家 因为它持股来说的话 增加了 它持股已经3788亿了 它现在整个身家大涨 我觉得接下来公布 这个台湾首富来说 就是两个人的竞争 一个是郭董 一个是林百里 他们两个竞争首富的一个状况 那股价当然创了 这个17年来的这个新高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短线涨 以鸿海这样子的股票 我之前就说过 那种大股票 它一旦启动的时候 会涨势非常强 但是你也不要去在这种 连续大涨的时候去买 你可能等到有回档 你可以看到鸿海这一波 它只要譬如说回到时日线 或是回到月线 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所以你不妨等一等 短线上已经急冲了 从180冲到220 就说真的 以鸿海的股心来说 是有点多了 但是整理整理之后 如果这个均线靠近之后 乖离有一点点修正之后 再来进场会比较好 所以也是都是机会 对不对 我们就等到那个机会 再来进场 好 那么但是呢 你看到AI这么夯 你知道大家都说 AI会改变整个人类的世界 它也改变了骇客 骇客因为AI 手段变得很厉害 好 我们来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AI 让这个骇客 它的功力倍增 很像武林高手 好像吃了什么千年人生一样 太厉害了 甚至他反过头去 现在他去骇客入侵了 都是低流的AI公司 挥达也被骇客入侵 但是好像比较惨的是超微 好 我们来看超微 现在他有很多的机密 被暗网当中 正在拍卖当中 什么东西掉了 客户资料库 这很恐怖 员工资料 然后内部的财务数据 超微赚多少钱 原始码 而且还有接下来 他们规划的一些新的计划 新的开发案 全部都被骇客拿到手 骇客为了取信大家 还截图说 你看就超微内部资料 现在真的很丢脸 让我们的苏妈很生气 挥达也被骇客入侵 但是挥达更厉害一点 挥达还反入侵了骇客 好 到底这是一场 什么样的AI骇客大战 真的很严重吗 这些资料外泄 对超微来讲 非常非常的严重警讯吗 当然你要知道超微 现在是全球三大 IC设计公司之一 那他也是未来在我们的 所谓的伺服器 AI里面 他也扮演观点角色 那怎么样 大家想说 那你应该资安的防火墙 应该很厉害 结果一出来的时候不得了 连所谓的内部的财务讯息 还有客户资料 其实我们知道客户资料 是最敏感的 这不知道你上游的供应商 你周围的供应商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资料被公布 但是你知道 只光这样也比较属于 就是我说内部管理的 可是如果欠到产品 那就不得了 因为你的 所谓你的编码出来的时候 你的竞争者 大家就知道你是怎么来编码 骇客居然连他原始码拿手 对 这些东西也拿出来 而且还是他们最近 最新要发展的Ryzen跟EPYC 这是我们今年第三季 跟今年年底重头戏 Ryzen在去年就预告 今年是主力商品 结果没想到我的妈 他连这个规格计划书都出来了 真是太夸张 当然这个事情 这个MD的做法是报警 不过这也真的很够嚣张 你知道吗 当大家就说 你怎么可以拆入AMD的时候 他想说AMD算什么 我还还记一家公司 他的名字叫做Apple 而且它是 而且亥青Apple是 这个Apple里面 最常用的三种工具码 因为你知道工具码建构 整个网路架构 还有它软体的架构 那你工具码非知道的话 那其实其他厂商看到工具码 大概也可以学习 他说对不起 连苹果这种资安 算是世界顶规的 我也拿出来了 但是苹果并没有 就是对这个事情发表看法 但是你就知道 它的嚣张跋扈 但我要说一句话 它也不是那么顺 它也打到一个全世界最picky 就刚才石聪已经讲了 其实NVIDIA真的是一家非常picky 非常挑剔的一家公司 他也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你竟敢敢挑战AI教父 所以那个骇客 其实也去试试看 我要骇进NVIDIA 然后他就这样子 他可能在寻找大量的漏洞的时候 他们真的突破漏洞 穿入了这个 他们的员工的这个VPN 就是他们员工的网路的这个架构 他骇进回答内容 那骇进去你知道骇进去就是天跟地 他就要搜寻资料的时候 没有想到NVIDIA在这个VPN后面架构 一个所谓的加密工具 所以他穿透VPN打到这个加密工具的时候 这加密工具竟然他也有骇客的本能 他顺着你走来入境有没有 立刻反过来攻击到这个 骇客的组织 而且把他的内部的这个架构给封闭了 就同样做法 就是你封闭我你要付钱 你才能开启嘛 所以现在回答把那个骇客的那个封闭了 骇客你付我钱 不然我们自己开启 同样道理 所以这是他也提到铁板的时候 不过现在其实比较担心是AI 我们知道AI是一个松散的 你提供上资讯 然后你可以得到你的资料 但是你知道现在的这些 这个我们说骇客 他本来就是很聪明的网路的撰接者 他们会怎么做呢 原本就是一个 我们说什么事都可以做 实际上全能的 没有他把它训练成专门做这个病毒 专门做钓鱼网站 而且本来是一个很普通通的一个工具 突然间变成TOP 就是他被灌输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 那这个事情当然已经惊动了 这个OpenAI 他们做法就是说 他们一旦发现那种骇客的话 他就会把他关掉账户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你要关掉有账户吗 那也没关系 你知道我们因为 他知道你是深层式的演练 所以你需要大量的Data 对不对 那很多Data其实是Open的 对不对 那他就怎么样 很简单 我就直接在这些Open的资讯里面 放一点点小小的读 好像资讯读 那就会 因为我们知道你读的资料 比如说在关键点的时候 这资料是错的时候 你后面结论都错了 对 那这个结论错的时候 就会引导你后面的结论是错的 所以他就针对特定厂商 他所需要的资料 他就灌读 你读取这个资料的时候 就sayonana goodbye 所以现在AI这个越来越发展的话 这个駭客也是如虎添翼 所以他说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駭客所处理的时候 原本是一个正常的OpenAI 就变成满脑子坏 满脑子坏主义的AI 好了 那我们就看这个 到底会怎么发展下去了 对 这个先拼先 看到底谁厉害 好 我们就来继续看 毛雨顿的对决了 继续我们要大概来看到 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报告说 在中国之前看到经济不好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些乱象 比如说你把钱存在一些乡镇的小银行 然后你的存款就拿不出来了 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结果这个存款消失的状况 居然发生在他们上市的大公司当中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朱老师 我们先了解到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例子 这个蒙古的这个毅力集团 他本来是做太阳能相关的起家的 然后他的旗下 其实都是跟能源有关 包括太阳能 煤炭 甚至他现在进军氢能 所以他本业其实非常赚钱 好 赚钱了以后 结果公司想说 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要好好利用 所以他就成立了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做什么 其实就跟以前我们听过的 什么明天系 中职系一样 就是我把这些钱再转借给别人 也就是说 简单说 我本业赚到的钱 我透过我的这些所谓财务公司 再放款出去 然后再赚钱 再赚钱 好 这样听起来都没有问题 听起来很合理 对 听起来很合理 现在的问题就在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毅力这家公司 39亿人民币合台币100多亿的钱 他就存到他的财务公司去 本来就是想要再赚一手 再去钱滚钱 对 好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 这笔钱他收不回来了 钱去哪里了 不知道 太神奇了 你看这就是 你说你存到其他地方去就算了 这个财务公司也是他自己的子公司 我去查过了 他在百分之八十几的股权 都是他们自己集团 那钱呢 对啊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所以就回到刚刚志余说的 是不是被其他的股东给挪用了 还是你被亏空了什么什么 反正你这笔钱就是这样子 莫名其妙不见了 所以这件事情一出来 你看这些公司的股票 股价 根本就是整个溜滑梯就是一路往下滑 对 因为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你是被别人骗了也就算了 对 你是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子公司都还发生这种事情 那你买他股票的那些股民怎么办 那这就是问题啊 连大股东 因为我查一下 光伊力杰仁他整个集团很大 光伊力杰仁持有他这个子公司就七十几%的股权了 而且这个是内蒙股的首富 对 他们家的公司 对 因为他整个集团的资产是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 是非常大的公司 结果发生这种事情 那你如果说是个案也就算了 结果第二例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看到这个东方集团 他们是做钢铁起家的 也都跟伊力的情况一样 我本业都很赚钱 所以我也弄个财务公司 因为过去真的中国景气好的时候 我成立这种财务公司 我在借钱给人家周转 那个利息比市场是高很多 你看我们在台湾再怎么样 除非你去借高利贷 要不然你哪有什么借钱十几%的 在中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我大企业我赚了钱 我就利用这种方式再借给别人 我赚利息很好赚 甚至有可能比我本业 因为那些本业坦白说 毛利其实都不高 所以东方集团也是这么高 我赚了很多钱 我也是一样成立一个东方财务公司 一模一样的情况 只要这是金的比较少 16亿人民币和70几亿的台币 也是一样存进去以后 钱就没了 好神奇 所以我真的不晓得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你明明是自己的子公司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是大股东 你动用钱 不用通过我大股东了解吗 你说小股东 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权利 我是最大的 我三分之二的股权 都在我手里 怎么想也不可能 有这种事情发生 除了你大股东自己挪用 可是现在不是 所以 那股东也摸不着头绪 我钱去哪里 对 连他自己大股东 都摸不着头绪 那一种等级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这问题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等级的银行 譬如说你看到 去吉林银行领钱 也不多 两万人民币台币还不到九万 这不能领 不能领 跟你说你要到派出所 同意 关派出所什么事 所以我要领个钱 我要先去派出所 真的所长同意 我才可以去银行领钱 因为他怕你洗钱 怕你冒领等等 反正他有一大堆的理由 限制你领钱 我合理怀疑 他是不是银行没有钱给我 真的就是 所以我们刚刚说 小银行也就算了 现在连大银行 譬如说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 是排名前几名的 就现在连光大银行都跟你说 你要领钱 你要事先预约 两万人民币就得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问题就真的很大 而且不是只有光大 我们刚刚说 连北京银行 新业银行 这些相对都大的 都发生一样的事情 那也就算了 你领不到钱你去抗议 结果你还被打 然后还被警察抓去关 所以你看到这个 河南的这个例子 甚至有当初带头抗议的这个人 就被警察带走之后 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完全人间蒸发 甚至他的家人怀疑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所以他不过就是想去银行领钱 那是我的钱 我为什么不能领 没有错 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领不到钱 所以我就去示威去抗议 结果他被警察带走了 就说你违反了社会秩序 你搞乱社会秩序 所以你说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就那边越来越气愤了 所以现在就有人居然游行的时候 真的很赶 他就要退党才能自救 要求大家退出 退出中国共产党 他就觉得就是你中国共产党乱搞 才会有这些问题 好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显然的就是没有钱 不是只有银行没钱 连国家都没有钱了 所以开始对企业查税 企业查税听起来很合理 没有错 可是如果跟你说 我追到30年前的税都要查 你还会觉得它合理吗 现在就是这样子 你看到这么多例子 这个枝江九夜被查到 20年前税没有讲好 来 给我吐出来 我现在好害怕 所以以我们台湾 你看我们这有在缴索税 也不过跟你说 你要保留7年而已 已经就很多了 他现在给你查到 30年前的例子 而且不是单一个案 是非常多的公司 而且你也不要觉得 只有民营企业 现在连国企都 发生类似的事情 国企也要被查 对 现在已经至少 有20 30家的国企 也被查到说 你的税有问题 因为亲兄弟名算账满 你国企本来是应该 要更合法的 结果你国企也有类似的问题 这不就在凸显 中国的经济 真的状况很多 对 所以从上到下 那么之前看到 这个小老板 已经潜力不出来 现在连大企业 钱都已经人间蒸发 也找不到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好 那么另外 我们又带您来看看 讲完中国我们来讲印度 印度完全是不同光景 印度现在正是 钱不断流进去 印度钱已经卡棒了 现在印度非常火热 天气也很热 资金潮也很热 我们来看外资钱 不断进印度 而且甚至有国外的公司 要在印度的股市IPO 现代汽车 他们印度的分公司 想要IPO 那一旦IPO不得了 这将会成为 在印度的股票史上 最大的一个IPO案 好 那天气也好 我们来看现在高温 人家形容说叫炼狱之火 热到不得了 你知道它热到怎么样吗 他们北部的温度 是五十几度以上 然后他们调冷气 要调一个 这个二十六度 就觉得说 怎么这样子 这高温 人家其他的国家是 这个二十六度 就要发出高温警报 像英国 然后印度人笑死 他说拜托我们是五十几度 你二十六度 叫我们冷气的温度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个热法 现在印度有多热 问杰明哥 印度不只是股市热 天气也很热 不过讲到股市热 我们要知道 其实大家最近 除了投资台湾股市 最想投资就是印度 因为印度从2019年到现在 股市翻倍涨 其实 所以你知道 股票市场当它翻倍的时候 人们就想一句话 你市场这么好 我当然一定要在你这边上市 那其中韩国最明显的 韩国这2019年到现在 股票只涨了三四个百分点 好 那这消息之所以 那么值得注目 是因为现代汽车 大家想现代汽车 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美 在这个南韩去挂牌 但是他最近公布一个消息 南韩的这个现代汽车 愿意割浪 大概17.5个百分点的 印度现代汽车到印度去 那为什么要割让这么17.5亿 17.5%的股权 是因为他打算IPO 然后可以募资 而且这募资的结果 会使得这个印度现代汽车 这是现在印度最大的一个IPO案 为什么要在印度外 除了刚才讲的 股票市场上涨之理由之外 其实印度也是全世界单一国家 第三个汽车的这个市场 所以你在第三大里面 第三大汽车 定苗 不得了 那你知道就在当下 当然左手从印度收钱 你知道右手在干嘛吗 印度冲去美国盖工厂 有一些Ioniq 5 在受到拜登新证 每一部车有7500块的税金抵减 所以现在他打算 也要把这批眼转过来的时候 再去美国做生意 来尽量在美国的声望 所以印度现在帮很多公司 真的是表现好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刚才讲是股市很热 但天气也很热 我们台湾人其实很难想象 我们现在温度到36度 我们就受不了 如果到39度 就人生崩溃嘛 但是你到印度有个心情准备 50度叫正常 47度叫凉快 或有40度的话 你就是觉得人生很美好 所以40度在印度人眼中 觉得好凉快 对 没错 所以像上次英国在 就是大概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公布说 英国今年很热 高温袭击 其实这个新闻我有看到 标题叫做英国高温袭击 对 那我去爬树一看 我就高温袭击 我当时看到也觉得杀掉 26度叫高温袭击 26度对英国人讲好热 对 因为英国本来就是 然后天色都阴阴蒙蒙蒙 温度都其实16到20度之间 所以26度真的很热 结果印度人就看到这篇文章 就下面发文 说那以前英国人怎么通印度的 因为你知道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你26度就要高温 你知道我家里开的冷气机 就是26度 可是话说回来 其实最恐怖一件事情是 有人就是因为现在印度非常缺水 所以印度人有发生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他们喜欢泡水来降温 因为太热了 那冷气机也很贵 所以最好方式泡水 所以到处发现到 那个水管到家的时候没水 为什么 因为中间就被人家砸洞 做一个洞 就在旁边冲凉 所以现在已经是没有水的情况下 又干旱 今天的雨季没有下雨 所以已经很干旱的时候 还要去派警察 每条管路去注意到 看没有印度人又把水管戳破 然后来降温 那你知道为了抢水 还有人打群架 所以现在状况非常严重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印度是发展科技 那你知道其实台积电前阵子 不是有水车载水的问题 我们知道半导体都需要水 那像伪创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 他们都在印度社工厂 完蛋了 现在他们最常去 就是班加罗尔 就是他们最大的科技中心 现在没水 那边有1500家新创公司 全世界最知名公司的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说 因为那个地方是高科技 所以租金很贵 那租金很贵 你租这么租的房子之后 打开水落头 没有水 然后你要去买水还买不到水 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说 那因为他们这些厂商 都要买这个水车 就水车价格就往上调高 就印度政府做了一个决定 不准调高 结果你知道吗 原本我需要靠这水车来维持 我水的需求 就这些水车公司 你不让我调高价钱吗 你真的不让吗 Find 我罢工 就变成恶性循环 好了 那当然了 其实我觉得最夸张事件是什么的 连猴子都死了 也热死了 对 猴子跟人一样 他们都需要水 那因为湖泊干涸 所以这些猴子找不到水 他就冲到这个城市跟人们抢 他们现在也会懂得如果开水龙头 但是你冲不进那个城市 猴子会开水龙头 对 他知道怎么开水龙头 让他们能够喝到水 所以现在水不够了 还要防止猴子来抢水 所以你知道在很多科技公司 他们还做的水龙头的一个回收系统 或加密系统 但是你知道吗 那是冲进城市的 那如果不是城市的猴子怎么办呢 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猴子找水 就突然发现到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水井 水井 那水井有水 猴子很开心 但是你知道水井不是很大 猴子就跳井 猴子跳井 跳井 因为他们是一起跳 有没有 爬不上来 所以那个管理研究 看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四十只猴子死在里面 所以现在整个印度的状况 实在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印度 天气又热 但是它股市还是火热 但是回过头来看 天气这么热 它发展它的科技业 大家都进去投资 能够解决这个水的问题吗 可能要继续的看下去 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这个画面 最近应该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普丁他拆车 然后载着金正恩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开了什么车 就是普丁去访问北韩的时候 送给金正恩的伴手礼 俄罗斯版的劳斯莱斯 俄制的豪车 这个车很厉害 EUROS这个SENA 那这个车据说 大家都说它是俄罗斯的 豪斯莱斯 本来还要卖到欧盟去的 但是刚好 就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就没得卖 但是这个车据说非常厉害 到底是有多厉害 真的做得出老斯莱斯吗 熊哥 对 没错 最近普丁到北韩去访问 那两个国家还签了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 就是说以后你们只要有一方被打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方都要支援对方 那当然是表示两个国家 是真的准同盟关系 那既然是同盟关系来说的话 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行动 那于是原本他们要去坐这个车子 因为这一次 这个普丁有送一辆 这个AURUS的车子 送给金正恩 他就说那这样好了 原本是他们要坐后面 但是普丁就临时起意 就说那我来载你好了 所以你看到 普丁就坐上这个驾驶座 你看载着这个金正恩 你看金正恩这个表情 我不知道他是害怕还是怎么样 还是很惊恐还是怎样 不知道 然后他们开车的过程里面 你看他们开车过程里面来说 沿路都是有修剪过 都是整理的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那开到这个去城的时候 是由这个普丁开 但是回城的时候 就变成是金正恩在普丁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蛮有意思 那代表就是说 不要只有我吓到 我也让你吓一下这样的感觉 但是至少表示 他们两个关系是不错的 那大家看这个影片的时候 觉得有意思是说 他车牌 他车牌是27195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所谓的两韩的 所谓韩战的停战的 这个协议的签署日 所以他等于是用那个 当成是他的车牌 那我们因为这一次 普丁到这个 北朝鲜去访问的时候 他送他这台车之外 还送了一个茶具 还送了一个海军上将的 匹首给他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金正恩总是要回证 那金正恩回证什么呢 你看就回证一对这个 两只狗 对 那个狗很可爱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普丁很喜欢狗 他常常养很多只狗 他以前不是来弄狗 来下这个梅科尔 对不对 他身边都很多只狗 那送给这个普丁 普丁看得是满开心的 那事实上这就有一点 他们的所谓动物外交 因为北韩其实没有什么 太多东西可以送给人家 所以他常常送丰山权给外国的元首 因为丰山权算是北韩的特 北韩的特有种 那事实上2018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两韩的这个 最高领导人有见面 那当时他也送了这个文在野 送他给他一对 对 这个 结果没想到呢 文在野养养到后来呢 他不是要这个离开总统府了吗 对 那这个丰山权 你要不要养 他就说我不要养了 怎么这样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养 他变成平民嘛 如果是还在总统的时候 当然是总统会有人帮你照顾 那现在我要卸任 我不想养 我推给尹席月 就你觉得上台之后 这是人送给你 我也不要养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 原本金正恩送给这个 文在野的一对丰山权 后来就到宠物医院去了 那宠物医院后来也不想 就是觉得 我们这样养他也很麻烦 后来就把他pass到哪里 pass到这个光州的这个动物园 所以等于是 虽然这狗是流浪狗 被丢来丢去 变成是到动物园 让人家看的一个状况 我如果是金正恩 我应该很不爽 不过现在为止 本来金正恩跟南海的关系就不好 因为文在野已经下台了 那我们就讲这台车 实际上这台车 说他是俄罗斯的这个骄傲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在原本的 普丁他的总统坐车 都是用宾士加长行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的国产的车子 AURUS这个车厂就说 那我们做了一台这个类似是 外国版的劳斯莱斯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蛮气派的 样子跟劳斯莱斯真的有点像 然后就送给他 所以未来的时候 从2018年开始 他就坐这个车子 那这个车子来说 是用这个V12的引擎 传言这个引擎是由 AURUS公司 跟这个保时捷互相的合作 做出来的 那他最大马力约莫900匹左右 那当然既然你是总统坐车 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 这个神秘的这个科技 听说他的外层有所谓隐身涂料 所以这个车可以隐形是不是 他是这样说 但是这个到底怎么隐形 我们还是看得到他的样子 还是说在什么 美国的无人机底下是隐形 或许在雷达上面是没有办法 但是肉眼是看得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另外就是说防护等级 听说他的防护等级是VR9以上 但是这个也无从考证期 因为他都没有公布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因为这一次 他除了送给这个金正恩车子之外 他还送给他们的这个电动车 就是护卫车队 除了你要有这个大车在前面跑 旁边要护卫车队 他们都是 这就是补丁全套送给他 对 都送给金正恩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现在AORUS在这个俄罗斯 算是不是很普遍量产的车子 但是他们准备要量产的 那你想他们工厂从哪里来 他们工厂从之前接收的 Toyota工厂 因为2022年 不是俄务真正开打之后 很多在那边的国外的厂商就离开 离开之后反正Toyota工厂 那就Pass吧 就Pass给一个叫NAMI的公司 那NAMI公司刚好就是AORUS的母公司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就空下来 在圣彼得堡的厂 就开始让他生产 这样让他这个AORUS生产 那除了我们高级座椅之外 他们还要生产一个所谓的 民用版的这个产品 那未来你也可以客制化订购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订得到的话 或许你可以买一台来试试看 但是要进台湾恐怕很难 所以这是普丁的坐车 送给金正恩很有意思 这次两个人互相开了一下 这个俄罗斯版的劳斯莱斯 好 那么继续我们要带你看 那真正的劳斯莱斯 现在变警车了 但是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了 这是美国的 麦阿密的海滩警局 他去弄了一辆 这个劳斯莱斯 来当他们的警车 但是当地人就觉得 干嘛那么奢侈 警车都是犯人在坐 犯人坐这么好的车 这样对吗 好 我们赶快来问问 我们的坤诚哥 你怎么看这个劳斯莱斯 变成警车 我们常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其实这种警车 一比较就说 哇 好羡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麦阿密 美国麦阿密他们是这样 他其实不是自己买的 他是跟他们美国 麦阿密当局的一个贸易车商 跟他去租赁的 租的 租的 其实这部车已经是 你看他年份是2012年 所以其实已经产子不高了 当然大概产子 大概合台币800多万 当然也是相当的贵 很贵啊 很相当的贵 所以呢 那他们呢 麦阿密的警局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用这个来当做 最主要他们要招募心血 希望新的年轻人进来 他们不需要用太老派的做法 所以他们说 我用一个比较有话题性的 是 宣传手法 对 宣传的 然后是在这Ghost 吸引心血来加入 那所以呢 而且他们也说 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你像这种 这么贵的车 在维修上 应该是很花费用 那麦阿密的警察 其实也是说 我们那个 这个这次跟我们合作 这个车 这个车商 也帮我们负责 在维修 就是他们帮我们负责 是 这样子 所以说 他们绝对没有花 人民的纳税钱 是 那其实这部车 你看它的 它的马力 其实是确实是还蛮大 你看6.6升的 V车双涡轮增压 最大马力来到 571匹 0百加速 只要4.9 你看它这个车 将近三顿 但是加速还是 真的是非常坏 追坏人 很OK 所以 飞车追逐 对 所以其实说 不纯粹只是 只是一个话题 它真的要 也是有性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无独有偶 英国呢 英国也用劳斯来 那英国用劳斯来 觉得理所当然 这他们自己的车 虽然它现在卖给 编道集团 但是英国 但是英国这个 它更 它只是呢 它只是会来 做募款用 因为他们的 有一个儿童收容所 要募款 那他觉得说 我希望 真吸引有些人的眼球过来 然后能够把募款 所以也是一场 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 不是真的这个英国警方 开劳斯来斯 没错没错 所以英国的劳斯来斯 就好 那我就赞助你 然后把它也贴得很像 你看那个涂装 贴得很像英国的警察一样 然后结果呢 也很成功的 把那个募款 都有募集到 而且是超乎 超乎他们的预期 所以也算是达到标志 那这个活动完之后呢 当然也就还回 还回给劳斯来斯了 所以其实英国警察 并没有真正 拥有这部劳斯来斯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土耳其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说 世界上最大的 最多的这种超跑的警车 当然是杜拜 因为杜拜他们太有钱了 但土耳其呢 我们想说 土耳其他怎么有钱 来买这个 其实是这样 土耳其他破获了一个毒销 那这个毒销是澳洲的 一个老大叫艾克 他破获 他破获这个 他们的一个贩毒 是 没收了23部车 因为这个老大有23部车 是 那你看其中有 法拉利的458 然后Bentley的Continental GT 然后还有宝石姐的TICON电动车 还有一些豪华休旅车 像Range Rover的Sport 或是Mercy Benz 觉得都有 哇 这个23部车 所以他把独销老大的车 没收来当警车 没收来 对对 因为通常没收来 当然就是拍卖 要不然就是报废 或是作废这样 但是那突然觉得 这样看起来好像太浪费掉 可能就把他 拿来当作警车 身为爱车的人士 不可能把这样的车 报废 对对对对 所以就把他当作警车 所以他们就 那我觉得 但是这会衍生一个问题 因为你没收毒销的之后 这23部 其实车 我们刚才讲 仰车就是一个 很大很大门的选择 我觉得他们应该 所以有这些车 但是在后续维修保障上 还是很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日本 日本我觉得我们 因为知道日本在亚洲 它是工业的汽车 工业的大股 所以它不需要 来自国外的一个车 他们自己日本 比如说你看东营战神 这个Nissan的GTR 这个R35 这个世代 它的Nissan 你看我们先来看它的规格 它最大马力到600匹 比刚刚我们看 劳斯莱斯的货子 马力还大 而且它零百加速 其实零百加速 三秒内就有了 所以日本车 如果日本警察用这部来当作 它的那个 税是非常合理的 很快的 那可以很快的抓到犯人 那这个呢 他们因为 这个是日本的车厂 大家会觉得 哇那警局好像很有钱 没有 其实日本 Nissan 它是以六折 卖给这个 卖给他 有点算是公益的形象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德国警察全用的日系车 大家会觉得奇怪 德国不是 没有宾斯或BMW 对啊 德国会觉得 大家会觉得 哇德国 他可以把自打当警车 对好奇怪 德国也是工业大国 汽车工业大国 怎么会这样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现在 在欧洲 因为他们要通过反保法规 所以我们在2030年开始 要陆续要有电动车 所以其实德国 我们知道以前欧洲 最流行是柴油车 但是呢 像宾士 Audi 德国他们已经宣布 放弃生产柴油车 因为排污 那个没办法过 那 其实欧洲人很喜欢柴油车 为什么 因为柴油车的低速扭力非常大 而且油耗非常省 那所以德国警察 他们看看 哇你Audi 边宾士 边大也都不生产柴油车 对 他就这样 这样就向重了这个 所以马自达这个是柴油车 对 它是柴油车 其实在 马自达这个CS6人 在台湾也有卖 也卖得还蛮不错的 它是一部五人座的 中大型的休旅车 那在德国呢 它有 它有几个汽油引擎跟柴油引擎 它刚好有一个3.3升的 直列六缸的柴油引擎 再加上48辅的清油电 所以它可以创造出 你看 48辅清油加四轮驱动 它最大马力也有254匹 你看最重要你看 油耗是一公升可以跑20公里 20公里很不错 对 所以对警察讲 这个经济 然后日系车 比较不错 保养维修上都很经济划算 所以他们才会选用 为什么不选Audi 不选用双逼 因为第一个 柴油车他们也不再生成 这些最重要的是 他们日系车好保 好保养好照顾 对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不一样的一些 这个国家的警局 他们挑警车的时候 有不一样考量的 有的宣传的 招募新写的 有的呢 就是很实际的考量 就是省油 好维修了 不一样的介绍给大家 好赶紧带大家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被问到好多次了 就是本来是好好存股的ETF 0050 0056 瞬间变标股 一下子赚那么多 糟了 怎么办 我到底是应该继续存 还是我应该立刻卖掉 把价差放口袋呢 好我们来看 这个是2024年的年涨幅 0050到今天 涨多少 涨到快四成了 这对吗合理吗 一下子赚太多 0056呢 从2024年今年以来 赚了12.29%了 那很多人讲了 瞬间赚这么多 心痒痒 好想把价差赚起来 但是又冷静想想 我不是在存股吗 偏人交战 怎么解决 赶快有请朱老师 怎么办 瞬间赚太多 不知道怎么做了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还没有含息 这还没有含息 这还没有含息 这纯粹是价差而已 所以它其实你赚四成以上 对 如果0050含息的话是42%多 0056息更高 有到16%多了 所以说确实 我也这一段时间 也一直被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先问至于一个问题 对你来说 上冲下行你比较难过 还是你卖掉以后继续涨比较难过 卖掉之后继续涨比较难过 所以这就是关键 你先问你自己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 对 如果你觉得上冲下行比较难过 那你可能现在赚到了 你可能就要先卖掉 对因为你就担心会一场空 对 可是你如果觉得你是那种 卖掉继续涨会更难过的人 那你就继续放 对 但是如果它又掉下来 我也很难过 所以说两个你要去对比 哪一个让你比较痛 怎样都很难过 你要赚钱还这么难过 所以要怎么解决这问题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0050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单笔 刚刚是看今年以来 如果你抓一年的时候 你看到它的报酬率 已经到五成了 那就算定期订了 注意 因为很多人小资组会存股 就刚刚志余提到的 结果你看到定期订了也一样 就厉害 我们这是假设一个月扣款一次的结果 如果拉到五年十年 你就不用多说了 你知道这个报酬率告诉大家 现在你已经赚到不知所措了 对不对 0056其实也是一样 如果以单笔来说 你跟0050比起来 其实不会差太多 那定期订额的部分 其实也都蛮不错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重点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图表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这个图表 来你看到上架这条线 看起来有没有很像 里面也都有两条线 可是这两条线 这时候学问就来了 绿色的 0050这是它的净值的走势 对于有一个紫色的是我的大盘 0050 我们就是从它上市第一天到下 有没有发现两条线 几乎贴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0050要不要卖 你决定于什么 大盘会不会涨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关键 那第二个0056 看起来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 紫色的也是大盘 然后这个绿色的是它的净值 可是两条不一样的是 你有发现 0056跟大盘的差距是比较远的 因为选股方式的不一样 0050我们都知道 我是抓最大的这50党 那最大的50党 对大盘来说 占的权重也相对多 所以两个是不是长时间 几乎是贴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先从0050来看 你看到这个走势过程当中 我们这是从它上市第一天 2003年到现在 对 你看到比较明显的下跌 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 这个什么 这个在激动海啸的时候 有一波小小的下跌 对 站在当时你是很怕 怕死 你往后 现在往回看你还会觉得 买点 还好而已 对不对 好 所以也是一样 2020年新冠疫情 当时又有一波很大的下跌 现在再看 OK 那甚至在2022年那一波台股 2022年台股跌了20几% 你当时看也觉得很害怕 对 现在不都上去了 是 所以也就是说 回到你自己的投资 如果我今天就是要长期投资 譬如说我还很年轻 我现在也不需要用到钱 对 那你就继续报 报到你真的需要钱的时候 譬如说你要买房了 再卖 或是甚至你退休了 你再卖 对 那些下跌 你根本就当作没看到 是 0056不也是一样吗 对 那只是他因为选股的方式不一样 因为0056他只是把台股最大的 150家公司当中 殖利率最高的50家抓出来 对 所以他在选股跟0050非常不一样 所以大理上他还是跟着市场在动 可是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市场涨很多 我相对落后 是 但是趋势还是一样 所以也是一样 就算你说0056 你觉得遇到这种下跌的时候 你需要卖吗 回归到你当下不缺钱 周老师我们现在问题是颠倒 我们现在是赚太多 不是下跌 我没有在怕下跌 对 我现在是赚成这样了 好 那也是一样 你站在这个高点的时候 你觉得很多了 对 好 你会觉得后来下跌 可是你看现在又在哪里 又上去了 对吧 过去不都是一样 金融海啸前一个高点 你一定觉得 我金融海啸前有卖 对 一定很好 对 后来下来说 好在我有卖 可是你没有卖的人下来的时候 你很无准 可是在上去的时候 你再回过头看 闹差 那周老师我问你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标成这样 对不对 我把它卖掉 对 它万一像这样子下来 我再给它买回来 对 非常好 是不是 可是 请问你要看塔罗牌 还是看水晶球 还是你要日观天象月观星辰呢 我们不是先知 谁不晓得 我高点卖低点买 问题高点低点在哪里 不知道 对 好 那比如说如果我有20张的话 我卖10张可不可以 对 这是一个大家最常做的方法 我分批出 对 因为我真的会痛 不管是哪一种痛 我们刚刚说的两种 对 那早上去了 你会痛或是手会痒 那先获利一部分了解 获利一部分 对 比如说刚刚我们是看到 0050到现在已经跟你说涨四成了 对 那你会不会把四成卖掉 就等于说我赚的落袋为安 对 那其他我跟你拼了 对 甚至你更大限 你就卖更多一点 那当然这是对于要长期投资的人 是这样的说法 可是很多台湾投资人 其实是短进短出的 就回到治愈刚刚的问题 我很想高点卖低点买 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当然很短线我们这没办法 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再请大家看到这个 景气对策讯号 这已经是 大家传言很久的一种做法 就是我看景气对策讯号 蓝灯最差的时候我进去买 对 然后红灯去买 先跟大家讲 现在是黄红灯 也就是红灯在下的那一集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图里面 绿色的就是景气对策讯号 它是以分数来说 基本上16分 大家大概抓一下 16分以下就是代表蓝灯出现的 我们就以近期来说 近期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2022年的11月 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时你进去 就看到蓝灯 我就进场去买 正好差不多就是股市的低点 是 然后后来是一路涨 可是你看景气有下来 再上去 过去告诉你 蓝灯买 红灯卖 所以红灯就是等着这条绿 这个线继续绿色往上 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 红灯基本上就是很高的位置 有没有发现 两个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 你现在不用卖 是的 你等到哪一天 你看到主机处公布 那个景气灯号 红灯出来 红灯的时候你再去卖 没错 然后你卖了之后你钱留着 等到哪一天又看到了 我们刚刚说的是单笔 你卖了以后 你可以定期定额继续扣 是 因为我们单笔是怕下来 定期定额正好相反 我希望你下来 我才可以扣到低的 所以当你看到红灯 你把它卖掉之后 你改定期定额 持续再接 是 最后不就两头赚了吗 OK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灵活运用 对不对 你觉得你赚了很多了 你很想要赚一点 你可以卖掉一部分 是的 但请你定期定额继续扣卡 没错 继续存股存它 就标的基本上都很好 都没有问题嘛 对 所以这样子 你又可以赚一点放口单 你又可以继续留着